十三说地豪集团是他的 但是就是没人相信他 还摔碎了他价值两个亿的手桌 萧妍总裁您叫他什么 老大呀难道你们不认识我老大 萧妍呀他说我不能直接叫你的名字 还说我冒冲度十三 等一下要叫你来收拾我的 所以我就先叫你来了 你谁呀 萧总我呀那家威贝安清理公司 就是我老爸开的 哦原来是你呀 我老大兔十三你也敢惹 我也算挺佩服你的 天啊你竟然真的是地豪集团的老板 兔十三 月一我一直都说我是兔十三了 只是你们自己不信的 好像真的是这样 从我见到他 他就说他是地豪集团的兔十三 可这怎么可能 我随便拉来一个人竟然是超级神豪 可是我见到他的时候 他在收货烂呀 天呀这我该怎么办呀 好害羞呀 你你竟然真的是江海温神十三先生 老大是不是这个家伙得罪你了 既然这样 那这份地豪集团厕所清洁的合同 就没必要给他们 什么 狗公子 你说的大合作就是给地豪集团扫厕所 伯伯 你看这给地豪集团扫厕所 一年也有上百万收入的 也是一项好项目呀 对了 萧妍这家伙说和你吃过饭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没有品味了 有吗 我怎么不记得有这么一回事 貌似这样小合作 我都从来没去参与的 我 我其实和您在一个餐厅里吃过饭 所以简称在一起吃过饭 十三大佬 我这不知道您是真的呀 要知道 我肯定不敢跟您过不去啊 啊 既然你真的是地豪集团的掌权人 那刚刚的那条翡翠手镯 不会也是真的吧 是真的 我从开始拿出来的时候就说 那是真的 这手镯竟然是真的 我刚刚检查过了 这样的水头 这样的颜色 真是世界少见啊 其实这手镯虽然值不了多少钱 幸好值没多少钱 不然就麻烦了 但是值一两亿还是有的 啊 什么 这下完了 我竟然一下子摔碎了一个多亿 我公司的全部流动资金 也没有一个亿啊 原来是你摔坏了我老大的礼物呀 老大我这就通知张三来这里 到时关于赔偿的事情 全权交给他们处理即可 嗯 可以 不要啊 十三大佬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求求您放过我吧 求我 你刚才不是一直埋态我吗 如果不是因为 你刚才所作所为 对于月一 我跟你来一场公平的竞争 又有何不可 公平竞争 你千万一身价 你跟我说公平竞争 我信你个鬼 十三公子 求你就放过我吧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而且也不会再来就差月一了 你就把我当个屁放了 当我的屁 你配吗 作为男人就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当你刚才手起手握的时候 你就应该对接下来的事情 负起责任 你连这点担当 都没有我怎么饶了你呢 你说呢 我说你的杨月说 照你这么说 要我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你才会放过我 意思就是 我要赔完你 一亿多你才会放过我 说来说去 这手肘我都是赔定了 伯父 你那边不是想和地豪集团合作吗 你自己和萧嫣这边 对接一下就好了 好的 那真是太感谢女婿你了 真的太幸运了 既然在路边 就认识了这么一个大佬 还解决了我家里的问题 这真的太美妙了 丁 恭喜宿主完成打脸任务 奖励不拉打70%股份 股份转移中 系统姐姐 轻点啊 你下手越来越重要 怎么 又不乐意了吗 结绑结绑 系统姐姐这么可爱 怎么会不乐意呢 被你打 我幸福都来不及 走 出发了 十三哥要去哪里呢 今天 我要去见一个表妹 她在江海大学 人生必不熟 需要我这样的表哥照顾 哦 那我也要去 我也要去 多走吧 那开辆大典的车 就这样吧 老大 我来开车 咦 捞打人呢 港菜好想还看他们在这里呢 你们这样做会不会太挤啊 不会啊 静静姐你会觉得挤吗 不会啊 这车这么宽敞 怎么会挤呢 我靠 家常版宾利目上 这应该是改装版 特级升级的 不然不可能这么长 至少落地价三四千万的 这应该又是哪个超级大老板 出门谈合同了吗 哎 羡慕啊 冰冰姐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我表哥可帅了 知道了 知道了 你不是给我看过照片 确实很帅 哇 两大美女一起出镜 真是到美丽风景线啊 哎 我要是能泡到其中一个 纵使做鬼也风流啊 就你 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吧你 人家冰冰一双鞋的钱 都够你家一年赚的了 天道不公呀 我为什么会没钱呀 简直就是笑话 至少在追女神的路上 你和我站在同一个起点 我看你俩可别吵了 连王少追了这么久都没到手 你们两个在李少面前算个鸡毛啊 人家李少的猎物 你感动非分之下 卧槽 什么鬼 好几家直升机 花雨 我的天 好美 好浪漫 这是哪家阔少又要告白了吗 会不会是要跟我告白 别在那做白日梦了 没看到花雨正中心是谁吗 好吧 难道是李少终于要发起总功了 好酸啊 能被王少相中 那简直是三生有幸了 这俩人还不同意 要是我早就洗干净 把自己打包送上门了 就是就是 小婉 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 嗯 啊 太浪漫了 我要是小婉 现在都感动哭了 直接答应了 啊 你以为人家都像你这样随便 哦 场面倒是蛮大的 也不知是在搞什么飞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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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